我们刚刚去山上看完那个查林 然后马不停蹄跑到我们这个 跑山珠珠社这边来看一下这边的进度 这个张旗石打好了 然后现在是等挖机过来 把这个地方给它回铁娃 然后这个地方还要打选一瓶 这么一些事情 然后那边的这个三个清洁池 还没有开始 我觉得这个工程量还是挺大的 这个外部计算 八只还没有一瓶 我这个扎机石真的 我越快越不喜欢 越开越心里看不惯 拿这么大一个扎机石 真的 别人家可能养500头猪的这种 这种饲料养的猪 也就这么大的一个扎机石 可是我这个文叔 我们这个跑山猪 你哪里这么多这个 这个猪饭是不是 这个一下子挂 挂个一年 出不定都挂不饱 就这么一种情况 其他地方拿点牛饭填到这里面 不然的话 似乎是没烧气 现在我们这个猪设 都已经建好了 所以选一瓶这边也打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是跑道 你看我们这个跑道 两米四 对不对 大车都能进来 装猪啊这些啊 挺方便的 这个跑道设计的好 然后这个地方是那个广道 对不对 万一百六的广 我们自成去了那个谁家里面 那个菜子那里 菜子那里 人家那个跑道设计的 设计的是真的好 所以我们这个跑道 也要按它那个方式设计 稍微带一点点鞋度 清洗猪肢啊 这个很快就就下去了 那我们那边 我们那边那个地方 文叔 找我们过去看一下 我们那边也是按这个方法设计的 本来已经搞好了的 后来重新改过的 按它那个设计来做 因为我们现在是刚刚开 开始键嘛 是不是 我们还是有这个 你看这里 这个地方重新改过的 这个下面现在是一个 那个一百六的那个PVC管 对 它容易 就是容易 很容易就把这个注射 把它给清洗干净了 这个用粉刷了一下 挺好的 那个猪肿 跟大老师说 那个猪肿的事情 这是我最重视的一个地方 文叔 你过来点吧 那个猪肿 是我最重视的一个地方 我们当地有养三种类型的猪 一种就是 这种跑生猪 一种就是 二代野猪 然后一种是本地土猪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白色的猪 我们说说的 本地土猪 它们现在都是跟那个 造像猪 基本上是炸牙的 这个就是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品种 对吧 可是养跑生 就是养这个二代野猪的 它的这个肉 肥肉很少 但是它的香豆甜度都比不上 这个土猪跟这个造像猪 杂志出来的味道 但是这个 这种本地土猪 跟造像猪杂志出来的味道 的这种猪 它就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肥肉多 你能不能给你也说一下 别让我一个人讲 别人吃 等一下我什么都知道 是不是 对 还有一种就是养那个白条猪的 你说说白条猪 白条猪 就是别人为飼料 关在鱼村里面的那种 对 别人也会把它用来养跑生猪 也有 但是那种猪子比较一样 对吧 讲到我心里去了 你看我的这个戒指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我的品种 就是想去进那个乌鲸猪 那个乌鲸猪是什么品种呢 就是现在大南山上 我们上次不是捐种五十条 那个小黑猪吗 那个就是乌鲸猪 那个猪 这个跑生猪 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 我们本地的 你说说 我们本地的肥肉太厚 还有一种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 那个血滑肉不多 那个乌鲸猪那个血滑肉比较多 还有一个原因 如果讲病这一块有没有 本地的小猪有一个小犬 没错 就是这个孝散病 就是这种跑生猪黑猪 孝散病是黑猪的一个通病 所以我们去进那个猪的优势就是 它赖猪粮 而且它是高原上跑的 它这个哮喘这一块 它不会有那么严重 几乎没有 然后呢 我去进的话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的这个 它是常常在山上面跑的 我们去抓了这个猪 它们就是在山上面跑的 就等于是到我们这边来 这个肉猪上面 就是不会再去做什么调整 它那个猪成小 就是在外面跑的 所以我现在拜托五个 再给我找这个猪员 他们本地切的价格是 这个小猪仔还没完全定下来的价格了 我是想去进个五六十七八十 就是托这个猪回来 然后里面去挑个十几头 做这个母本的准质 然后呢 这个这个黑猪啊 固猪啊 它有一个缺点 就它的皮质会厚一点点 如果说跟状像猪杂交的话呢 可以进一步地加到它的这个受热率 然后这个皮的厚度相对来说 会会改变一点点 我就是想 呃 从这个方面来着手来 呃 慢慢试了 对 慢慢试 就是这个猪的品种啊 能够我们不断的去调整 然后寻找这个好的猪员回来 对吧 又要赖粗粮 又要抗病毒 然后赖 又要 这个抵抗力强 各个方面呢 就是不断的去调整这个猪的品种 啊 我们也是在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 讲的不对的地方 大家多多包涵一下 好 我们现在镜头的这个位置 还有那边那个位置 都是用来做这个母猪长仔带的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前方的那个平地那里 准备建议房子啊 然后用来同花玉米啊 南瓜啊 七七八八的一些材料之类的 然后我们前方的这边的平地 我们到时候要全部都打好 对吧 有利于这个猪的健康 健康 对 我还想了一个方案就是 因为有些小猪吃东西的时候 他跟大猪合在一起吃嘛 因为我们这个小猪 一生下来最多一个星期我们就把它放出去了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有些猪会吃不到东西 这样的话就会加到他的这种死亡率啊 还有这种成长的速度 对吧 猪的话是就是第一步是些要长架子 长完架子之后才能够长肉 对吧 我们想把这个猪的体重呢 养应也控制到 一百八到两百斤 大概在这么一个范围吧 所以我在想着我们后面不是以后要做平地嘛 做平地之后来搞一个专门的 为小猪的这种 那种 钢管 定制一个这样的长条形的东西 然后里面放的是小猪仔只能进去吃 大猪是不能够进去的 对吧 这样子的话呢 就把这个小猪跟大猪的喂食的这个 把它就分开了 分开了 比较 不会受伤 对 这个猪到三十斤之后 它就基本上能够自保了 对吧 所以我们到时候这个方面也去做一下调整 嗯 然后这个地方山红 我跟你说 嗯 我们这个地方的山红比较大 这个地方看怎么搞 这里 我们要从那里挖一条高 把那个水向河高里面引下去 那最后那个地方最好是建个水泥 对对对 建了水泥高 这样子猪它很调皮的 对吧 我们把这个位置也要改进一下 我去四川的时间大概在二十号左右 二十号左右 我这段时间五个在已经再给我找猪员了 二十号左右我就过去 然后那边安排开捡鱼票 然后我们还要找车子 找车子运输 现在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猪能不能找到这么多 我很想一次去买个白白头回来 只有这样子的话就持续的直接可以删养 完全不用担心到品质的问题 然后那边的猪肉我们已经吃过了 那确实是八十的版 对吧 这么一种情况 最近吧 这边家里面的事情处理完之后 我会尽快过去一趟 对吧 我尽快把这个水垫安装好 水垫安装好 对那个水管 上面那个水塔要尽快进起来 鞋印那个 鞋印两个不锈钢的那个把它连起来 那连起来 你知道水压够大 就不是问题 对不对 对 这个都好解决 反正我们这个落差也这么高 你怕什么 我也不担心 对 只要水压过大 然后这个猪舍里面保持通风干燥 然后这个温度这一块我们也注意冬天的话 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些地方到时候要漆起来的 然后上面这个位置是通风的 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关起来 然后夏天的时候会把这个打开 就是保持这个整个 住室里面的一个通风 然后住的话 通常情况下 从这边可以到那个堂里面去 然后这一边就可以自由进山运动了 下腰干吧 时间不等人 不断的摸索学习 不断的进步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加油 王伟先生 加油 nice